台湾大头天我们来看魏映冲他被羁押了 好 这个是最新消息 那么在这个羁押亭 今天是从这个下午的早上的9点半开始召开 那么一直到下午的2点半停讯才结束 由何亦廷法官进行评议 那么将近两个小时在刚刚傍晚4点半之后 那么认定魏映冲他涉嫌重大 有勾串共犯还有逃亡之余 所以认定他实在是嫌疑重大 所以就把他给羁押起来了 那么包括他们顶新屏冬厂的厂长征启明 也被羁押近见 好 刚刚一个最新的画面 就是随即要把这个魏映冲 那么移到彰化看守所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狼狈 那么手中也上铐 而且他在这个整个过程 还需要发警来帮忙搀扶 他要求要速食 好 我们连线给现场的记者林海权 来自这个彰化的最新报道 海权 好 那么鼎心集团三董魏映冲 以及皮东剧油厂的厂长 曾启明 遭到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业 那么这两个人都已经送到了彰化的 看守所这两个人晚上 将在看守所 度过他们第一个晚上 那么今天晚上呢 看守所准备的晚餐呢 将是有包括咖喱剂 古大白菜 红白豆腐 还有共黄汤 不过由于魏映冲 他本人是吃素的 因此呢 看守所目前过了用餐的时间 看守所表示 将会准备素食便当 让魏映冲来食用 从明天开始呢 将会正式准备的素食 准备素食餐 让魏映冲吃 那么今天晚上呢 看守所表示 魏映冲将睡三人房 那么与他同房的两个人呢 一个是毒品犯 另外一个是违反了 废弃物清理法的犯 那么这两个人呢 都是粗犯哦 那么看守所表示 刚刚魏映冲送来的时候呢 心情略看起来 有一点点的紧张 不过呢 还算是还好 目前呢 在看守所这里哦 并没有看到魏映冲本人的家人 还有他全部的员工哦 那么看守所表示哦 在这个魏映冲遭到收押之后呢 这个鼎星集团 也发布了一封声明 那么请鼎星集团说明哦 这个魏映冲本人呢 将会尊重司法 审理必要的程序 继续配合调查 那么他也希望了 司法能够秉持着 物往物众的精神 早日厘清整个事情的真相 那么魏映冲也将以谦卑的态度 来面对整个调查 以上呢 是在彰化看守所的 最新的情形 主播 好魏映冲呢 在这个时间点 他已经被收押起来了 那么因为信仰的关系呢 他要求必须要吃素食 不看得出来呢 那么这位呢 可以说是这个台湾哦 也是非常富有的 这一号人物 现在呢 是被积压起来了 好 就是因为这些黑心有的事件 好 当然从一刚开始呢 魏映冲他并不认哦 他从头到尾都否认 可是为什么后来 还是有办法把压起来呢 那当然要靠诱人 来提出来证据了 那么包括呢 就是这个越南 大幸福的负责人杨正义 那么呢 是被这个之前的 就是他们顶星的前总经理 长梅峰呢 给通知说 叫他赶快回来 然后呢 大家呢 要赶快来 这个回来串供 然后他呢 今天也 因为一回来 马上就被压了 然后他呢 转物点证人也说 魏映冲 其实他们顶星 都完全知道 买饲料油的事 好 那么这么一来呢 他就逃不掉了 那么虽然呢 魏映冲刚开始 一概都否认 不过呢 就是包括有证人 还有呢 就是那么警方 也把卫权的账策 以及签诚拿出来 这下子魏映冲 他就哑口无言了 因此刚刚您所看到 最新的情况 那么魏映冲 被羁压了 现在呢 在彰化 看守所 好 即将度过 他看守所当中的 第一宴 不过我们来看呢 包括食品安全的问题 的部分 今天呢 还有退货的状况 还退到潮起来 好 主要呢 就是网路名店服役宣 因为用到南桥 有疑虑的油品 业者紧急直写 宣布全面来接受退货 为期一个礼拜的时间 但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那个包装 结果呢 就有一个太太 她带着已经拆封的饼干 那因为放在盒子里头 是没有包装的 她当场就被拒绝了 结果这个太太气得动怒 怒摔饼干 满地碎片 服役宣宣在开门 这位太太已经拿商品来退货 只是饼干已经拆封 放进保鲜盒里 店家拒绝退货 她大动干火 门师小姐那就性子安抚 表情无奈 一大早民众拎着大包小包 还有人推着一整车的弹卷 甚至有小贩也骑机车载货 专程来退 不过下午还是有忠实老主顾 享用行动相挺 我本来想说 最近应该买得到 要不然之前都买不到 结果还是买不到 很有信心 对啊 吃了这么多年了 那是我们家最爱吃的 所以一定会买 创业至今63年 第二代接手风鸣网路 现在因为使用的南桥油品 有疑虑 业者紧急止血宣布退货 但还是无法任人满意 即使你拆过了 吃到了一半 那也没关系 可以拿过来退 但是不能只有里面的产品 一定要外包装 老字号被食安风暴扫到 业者拿出最大诚意 接受消费者退货 唯一要求必须药油包装 从早上8点开始 两个小时 就将近200人排队退货 对比之前的消费人潮 心情真是复杂 三兄 廖国兄 嘉义报道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未爆弹呢 除了刚刚您所看到的南桥之外 那么统一集团进口的 意大利有机冷压高燃点葵花油 今天被列委踢爆 说他们用非食用油的税号 1518来进口 可是在市面上 他们是以食用油来销售上架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么经过整体事件 我们才知道这些税号 像是1518 你用这个税号进来 应该是工业用油 那么税率是6% 可是你进来之后 你只要用工业用油 你是免查证的 所以到底你工业油 去做什么用了 都不知道 而如果你是进食用油的话 其实这个税率就比较高 到底是不是在避税呢 好 用这个1518进来 然后让大家来吃 到底这个情况有多严重 就立委发现了 从民国98年到99年间 被抓到有18次这么多 那么到底是不是在逃漏税 尤其事后统一 却只要补缴6000多元的税金 好 那您记得南桥 也是同样报税错误嘛 他也是说写错了 但南桥被罚3000万 6000多元跟3000万 就差很大耶 那么立委就质疑说 政府标准不易 立委手上这款 统一进口意大利 有机冷压高燃点葵花油 被提报 用非食用油税号1518进口 却在市面上 以食用油销售 一年被抓到18次 质疑这油有问题 他申报是没有讲说 是工业用 或是说他是非食用的 但是他走的税号 这个1518是一个非食用的 那个税号 看起来是 还算蛮明显的一个错误 官务署表示 同一集团报官错误 这因为立委出示资料 显示在民国98年到99年 这一段期间 统一生机用1518 非食用油税号 报官18次 而非1517食用油 这除了关税差了3%之外 更重要的是 非食用油不用办理查验 尽管现在被抓包 也只要补税6000块 跟先前开罚南桥3000万 差很大 不过同一生机表示 进的产品都是食品级用油 附上的文件也是食品级用油 跟南桥天差地别 如果我们查到什么 当然就办到哪里 绝对不会宽待这些业者 哪怕他是大厂商 由于同一事件 是发生在食安法修法前 法则较轻 以一件最高法则数万来算 18次报官不实 最多270万 至于立委口中的卫包蛋 是不是就是统一 食药署表示 目前不是 但会继续追查 三天新闻 侯正能说好 台北报道 好 点心卖黑心油 引发食安风暴 那么甚至导致 正义油厂也得关门 这看在正义前 董事长张登旺的眼里 他真的非常的感叹 因为当初他创立了 正义油品 特地是用妈妈的名字 把它命名为清香油 因为妈妈叫做清香嘛 然后还用自己二女儿来拍广告 把它当成维力清香油的招牌logo 象征高品质的食用油 没想到现在去变成黑心油的代言 那么现在这位前董事长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舍 给你来听 顶心宣布正式退出油品市场 意味着正义油厂也得关门 辛苦创立的正义公司 竟然被顶心拖垮 看在前董座张登旺严厉 心疼又不舍 我感觉很没菜 我一直想很可惜 微粒清香油 因为炒菜不必放肉丝 当时一炒菜不用放肉丝的广告 打响微粒清香油的名号 老董张登旺说 油桶上的美女 就是她最疼爱的二女儿 当年18岁的青涩模样 化农妆摇身一变 就是广告代言人 甜美的主妇形象 深植人心 我用我的女儿跟妈妈的名字的原因 是要把这一罐油做得最好 当年因为造同业波及 导致财务紧缩 让张登旺不得不申请重整 竟然让顶心集团有机会 悄悄向银行买下债权入主正义 由于微粒清香油 已经登记在正义公司名下 不过油桶上的肖像权 被唯意取回 现在用在自家品牌 唯意香香油 也是高品质的象征 退出经营正义公司后 小儿子张佑仁 自创唯意品牌 机器设备用的都是白铁 造价是黑铁的五倍 传承家训 坚持品质的作风 让老员工很感叹 很照顾员工的 没有错 当年因为年纪大 被顶心解雇 老董座又把员工 请回唯意来上班 甚至体恤炸油般的辛劳 薪水按键记筹 一个月都能领个十来万 辛苦经营的油品公司 被顶心摧毁殆尽 其实魏硬充都是慈忌人 同样卖油却有不同的经营手法 现在顶心拓垮正义油品的 大好前景断送商誉 让钱董座张灯望 始料未及 三星黄志中黄家平 高雄报道 还有谁受到影响呢 来看由魏家大董魏硬州的 次子所创立的自行车品牌 高士特 在顶心油事件爆发之后 被车油抵制 那么今天高士特总经理 带领员工跟车手 大家出面喊冤 以及我们也报道说 王文阳是有投资他们高士特的 王文阳呢 那么这一部分 他们就说 因为王文阳支持晚辈入股 并没有损失惨重 不灭令行动 延烧 高士特今天公开的撇清 还保证他们的车队 绝不解散 支持台湾英纳 支持台湾精神 高士特赞 高士特总经理 带领员工和车手 一行20人高呼口号 捍卫自家品牌 旗下的车款 都是碳纤维打造 最贵一台要8万 高档自行车是 魏家大董魏硬州 次子魏宏凡 一手打造的品牌 却在顶心油事件爆发之后 遭到车油抵制 销量的影响 是在我们的预估范围内 所以我们的 目前的销量影响 大约在三成左右 业绩受打击 不止魏宏凡生意受影响 外传王文阳也有投资 除此之外 高士特单车工厂 设在大陆昆山 却标榜台湾制造 让人质疑打产地模糊账 一台车子的所有的零组件 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包括有变速套件 包括有车架 这些还有零组件 蛮多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所以针对我们车架的部分 车架的部分 我们的生产地 是在中国的昆山 全力捍卫自家品牌 虽然脚踏车跟油品无关 但现在只要跟魏家扯上关系 就是人人喊打 三地新闻江文贤 王一仲 台北报导 二线万云冲宣布 顶心退出台湾油品市场 这直接受到冲击的 就是屏东顶心 跟高雄争议厂的员工 那么今天员工们 依旧照常上班 但是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迷 高雄屏东的劳工局 也到现场关切 其他董 魏英冲 宣布退出台湾油品市场 人在地检署接受征讯 屏东顶心公司无云照顶 尽管正常上班 但是恐怕要丢头路了 员工们忙碎后 心情超低落 劳工处一早就来关切劳工权益 根据统计 顶心公司彰化厂和屏东厂 总共有77名员工 旗下的高雄正义油品 工厂87人 还有17名干部 在中北部的业务据点 总共181人前途堪率 目前公司大概有两个 对员工的一个 允诺的一个原则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在这段期间 工资都会正常的发给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这段期间的 劳工的工作权 也会受到保障 劳工局表示 由于正义目前 还在处理退货等善后事宜 没有将员工转到 顶心其他事业体的打算 但强调会让员工正常出勤 只是魏加宣布 全面退出台湾油品市场 未来应该何去何从 彷徨的员工 始终登不到答案 三大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好 那么现在呢 他们顶心呢 就是昨天魏加出来讲的时候 是强调说 要退出台湾的自由 可是呢 包括了就是 他们的这个食品的部分 魏群跟康师傅呢 就没有 他们是要全力来抢救 因为毕竟这占的比较大宗 那么在魏群的部分 他们整个食品底下 我们看到包括贝纳颂 林凤尹 美日锡 现在的买气 都是大不如前的 魏加二董昨天所宣布 退出台湾的油品市场 但算一算呢 这个油品不过是占他们集团 营收的千分之四 千分之四哦 百分之零点四 所以退出呢 根本是不痛不痒的 外界就解读说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气小博大 来抢救 占营收比较大宗的 康师傅跟魏群 努力过后味道是最美好的 不喜砸下三千万 前来综艺大哥张飞和张孝泉 两位大明星代言贝纳颂 因为贝纳颂可是冷藏咖啡市场 第一品牌 不过鼎心混四料油被抓包 人气大不如前 我也不要吃 真的是一年出三日报太危险了 太怕了 人心惶惶 全民展开灭顶行动 昔日魏群明星商品 如今百架上 没人碰 过去市占率五成 贝纳颂现在下滑到只剩三成 魏群旗下林凤云鲜乳 和美日C同样受到影响 全面推出台湾油品生产市场 可口声声说要退出 其实恐怕另有盘算 看看鼎心集团 联收4800亿 一大陆康师傅 营收最亮眼 去年业额突破3000亿 占营收比例超过一半 饮料和乳品为主 列魏群联收约300亿元 但说要退出市场油品 鼎心加上正义制油 也只不过20亿 算算只占 鼎心食品版图的千分之四而已 收到台湾油品事业 对魏家来说 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鼎心断尾求生 收掉油品以小博大 想要挽救这身孕 摇摇欲坠魏群 韩康师傅 这可能才是魏家二董 说要退出油品市场的 真正目的 三十讯闻夜里返红书庭 特别参谱报道 好 那么全民抵制 鼎心运动还在持续 这也使得魏群 跟着被强烈的抵制 那么根据了解 目前生产线正常运作 可是出货量变少了 有员工因此被迫提前下班 那么今天中午过后 有人就到火车站去举牌 来表达诉求了 他们自知看板 希望民众不要再抵制魏群 他们就说 自己也是有家庭要雇的 这一阵子业绩受到影响 就怕自己的工作不保 那么在雾峰魏群厂这边 整个厂区的牛奶全部滞销 业者推出半价优惠 让路过的民众来买 自己的公司自己就 人来人往的台中车站 魏群员工自知看板 写着不要再抵制魏群 站在广场 希望路人目光往自己 多瞧一眼 他们都是魏群员工下班了 自发性到车站举牌 没错 下午三点多已经下班 全民抵制鼎心 也抵制魏群 没获送这阵子 没般可上 钟先生眼神透露无奈 为公司发声更求家庭温饱 在魏群工作将近八年的钟先生 一家五口都要照顾 没工作怎么得了 公司气氛低迷 老员工怕事业 年轻人站出来 直言鼎心退出魏群会更好 路过民众有的给鼓励 有的还是嫌弃 暂时还是等风波过后才会买吧 毕竟魏群公司里面 还是有很多人员工 希望大家可以为这些员工着想 抵制鼎心持续延烧 魏群公司运作正常 不过量都减少了 物丰厂区解决滞销问题 推出半价优惠吸引民众 连员工都能购买 只是这买的背后 是基层员工的无奈 面对排山倒海的抵制 自己的魏群只能自己救 3D新闻 许家诚 陈炳豪 无译者 SNG小组 台中报道 对于这些员工小民来说 真的很担心 接下来工作会不保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抵制魏群 可是真正造成这整件事情 我们来看魏家的部分 这全国最贵的豪宅地宝 已经是被搜索了 那么结果 这个检方进去以后 就说魏映冲他们家 这个是不走进碧辉煌的路线 在豪宅里头到处都是挂着 名家的书法 字画 还有雕刻 有传统大家族的气派感 那么魏映冲还特别选择 都是彰化同乡的名家的作品 那么收藏家说 这个光是一个小中堂 就要十万起跳 衣服对脸的行情价 也要八万块钱 许多企业家会收藏 而检井还透露 说当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魏映冲的老婆 那么看似温柔婉约 可是一进门就怒向前景 说为什么要来搜我家呢 还说整个地宝 这个检方说 他们的戒备实在是很森严 光是保全就五十人起跳 可是检井只有二十个人而已 是在规模差蛮多的 他们就自嘲说是去修水电的 检井人员手上这一箱 就是到魏映冲地宝家 搬出的让册资料 张检进入地宝大搜索 却发现戒备超森严 不仅保全人数高达五十人 比检井的二十人还要多 光是在地下停车场 每个角落都有人员助手 这一艘也揭开 魏映冲地宝的豪宅面貌 玉龙大厅走典雅风格 样品五百摄 走豪华气派风 泡扫还能够看到窗外风景 从内装就能窥见地宝的奢华 魏映冲名下有三户 两户位在十五楼 大约一百一十二平起跳 但都没人住 真正住所是在五楼 一层一户加上五个称位 魏家不走金币辉煌路线 到处可见雕刻跟书画 墙上还挂着书法名家 杜忠告的作品 就是一点一画 他必须要做到活的 书法行于流水 这一幅作品部分就在魏映冲的家中 呈现大家族的气派 杜忠告跟魏映冲是彰化同乡 更是国内书法界名牌 光是小中堂就要十万起跳 一般的对联 大概是六万块到八万块之间吧 欢迎大董夫妇 穿着紫色礼服的 就是魏映冲的太太 许秀棉看似温柔婉约 但是北柬进入地宝搜索时 先是变脸再怒呛检警 为什么搜到我们家来 魏映冲回家之后才配合调查 眼看搜索进入最后阶段 许秀棉才苦笑说 希望下一次 不是在这种场合见面 怀运地宝大搜索也让人一窥 魏映冲的豪宅神秘面纱 三兄花真森潘兆文台北 送口报道 好 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魏映冲已经是被收押禁舰了 因为他有串政逃亡之余 好 现在已经把他给押起来了 那魏家四兄弟一个人被押 那么兄弟可以说是总动员 我们先来看 老四魏映冲昨天晚上已经先赶回来了 而老大魏映冲不是把这个飞机 给飞到北京去了吗 说今天晚上九点就会再回到台湾 好 不过呢 这个过去号称四家 这个魏家四个兄弟都是非常的齐心协力的 那么现在呢 包括魏映冲他已经被押了之后 那么老大呢晚上会回来 那么既然他去大陆干嘛呢 就是要稳定军心避免集团再出乱 而老二魏映冲呢 就是昨天出来召开记者会呢 他去搬救兵 那么要来做管理呢 就是银眼梁这一位 然后呢他昨天也特别到行天宫去参拜 好 不止如此呢 那么最小的这个老四呢 这个魏映冲他是这个巩固中国大陆的政商网 避免中国大陆的高层同步来进行追杀 好 这是两岸在搬救兵的情况 好 今天晚上魏家老大就要再回来了 好 他们是说他们绝对会来 负起所有的责任不会逃 到底魏家兄弟如何齐力想化解危机呢 带你来看 顶星四人飞机在线机场传出 就是大哥魏映冲回来了 透过兄弟的一个分工合作 那么四位的经营 来把顶星集团这个企业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魏家上来掌胸如腹 为了这次老三爆出黑心油 魏映冲先是十号回台 紧急召开家族会议 隔天决定由魏映冲独自出面灭火 但眼看灭顶行动延烧 15号又再赶往上海稳定事业 不仅大哥两岸奔走兄弟有难 老二老四救援行动也展开 领着弟弟还请出银眼狼 当保证人替企业止血传出结束后 魏映冲来到这里 网路上有民众目击 魏映冲似乎担心弟弟 特别跑到行天宫参拜关老爷 请师姐为他收金 庙方不愿证实 但抢救魏映冲动作也频频 靠着人脉关系 四兄弟各自在风暴中扮演角色 能不能度过此劫考验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立新闻赖心郡有凯如台北采访不到 好老三位印冲已经是被收押 禁见了 那么今天这整起事件的最新发展 除了他被压起来之外 还有就是他们顶心自由的 屏东厂的厂长征启明 同样被压 那么昨天晚上八点半 他们被传唤到案之后 今天凌晨一点十分 在十多名警力的借户之下 被解送到这个彰化地方法院 那么大概是在上午十一点多的时候 魏映冲脱下黄色外套出庭应讯 守到地方法院多时的民众 一看到魏映冲 忍不住对着他大骂说 不死 关到死 算了 好那么到底要不要压呢 在庭上 本来这个魏映冲 他都还是否认他知情的 可是呢 这个检方他们就提出了 包括他们整个会议记录 还有内部的签诚 以及原调的检验 那么以及呢 那么包括许多证人也说 其实他们顶心是知情的 那么种种的情况 魏映冲最后被院方裁定 受压境界 上午11点 在一片群众的谩骂声中 魏映冲板着一张脸 神情铁青的走进彰化地院 家庭长达三个多小时 随后在4点40分 评议结果出炉 法院裁定 魏映冲有勾串 灭证逃亡之余 予以受压境界 魏映冲再度被带出法院时 表情漠然 似乎是心里有底 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而守候多时的民众 开心到在旁鼓掌叫好 黑心有毒害全球 检调历经半个月的调查 终于在16号传唤魏映冲 但他在张检 接受讯问时 态度相当强硬 检方提到是否只是进口饲料油 混冲食用油 魏映冲全盘否认 检方随即将查扣的会计记录 内部签成 原料检验全都一一提示 魏映冲哑口无言 甚至贪软在椅子上 魏映冲你要不要对台湾人民道歉 大家注意安全 是不是你受益的 我要看路看路 大家要媒体不要小心 当晚的侦察庭结束之后 魏映冲被罚警带到休息室 媒体疯狂上前抢拍 镜头这么一撞 挂在脸上的眼镜当场掉在下巴上 只见他眉头都不敢皱一下 堂堂魏全前董事长魏映冲 恐怕都没想到自己会经历 这辈子最狼狈的一天 三天新闻张化 纵客报道 好 现在已经是被压起来了 那么顶星制油 屏东厂的厂长曾启明 昨天晚上跟魏全的 这个全董事长魏映冲 一起被检方约谈 检方锁定屏东制油厂 负责来精炼饲料油 把它给转换成食用油 那么身为厂长的曾启明 这一位呢 那么检方认为他不可能不知情 虽然他也否认涉案 但是也是被法院裁定 收押境界 而检方陆陆续续约谈魏家的 重要员工 虽然大家都争心耿耿的 没有点出魏映冲 但是呢 这个证词拼凑交叉比对 检方认定魏映冲是有涉案的 好 尤其是这位大幸福董作 就在越南的那个厂 大幸福董作杨振毅 那么当时呢 他被鼎心总经理长梅峰了 这个就叫他回来的时候呢 就说要赶快回来 因为呢 包括就是他们也要来串购一下 马上就要面对约谈的情况 那么光是这一点 那么他转为污点证人呢 就可以证明 那么他们魏家呢 是有串政之余 所以就在刚刚 把魏映冲裁定 收押境界 来看检方做足了什么样的准备 上套的双手用外套挡住 顶心屏东厂厂长曾启明 看见大批媒体有些惊慌 被人压着进入羁押亭 检方掌握曾启明涉案程度高 全是因为屏东制油厂 负责精电进口的饲料油 转做食用油贩售 身为厂长的他 不可能不知情 虽然他公称采购流程都是总公司决定 否认涉案 但仍被法院裁定收押境界 为了巩固魏映冲的犯罪事证 突破他所设下的防火墙 检方先是从身边也勾下手 冰冬厂品管独长蔡俊勇最先卸下心房 坦诚早就知道原料有问题 只是将采购责任全推高层 但就是不肯垫出魏映冲 紧接着警方约谈越南大幸福公司 负责人杨正义 他供出重要关键 原来会从越南回到台湾 就是要和定心制油 前总经理长眉峰进行串供 只是长眉峰申讯时否认不法 企图撇清责任 同时证词其实都已经不利于魏映冲 长眉峰蔡俊勇 杨正义三人最早遭到羁押 如今再收押曾启明 也成为压垮魏映冲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星为刘不较王主台北报道 而这场黑心游现在全台动起来 各地的地检署几乎都动员了 那为什么偏偏选择张检办案 而不是已经在大统游事件 跟魏家交手过的北检来主办呢 外界就质疑了 说恐怕跟魏家失利 他们深入司法界有点关系 我律师澄清 说是因为证据资料 还有厂房几乎都是在彰化 所以是由张检来侦办 说这样是非常合理的 不过魏家这边为了拼交保 他们请来的律师 可以说是整个台中手去一指的 尽管资历都非常的丰富 可是刚刚证明了 还是帮魏映冲打了一场白仗 追查黑心游全台北中南 各大地检署统统动起来 雷厉风行清茶扫荡 但魏和是由选择张化地检署主办 而不是一项专办社会 重矚目案件的北检来负责 特别是北检侦办大统案 和魏英聪交手 深知集团的犯罪模式 外界质疑 这难道是魏家的手 深境司法 操作张检主办 就是因为张化是鼎心集团的故乡 地缘和人脉都最为熟悉 如果说证据越齐全的地方 它越有可能去发动这样的一个传唤 所以有可能因为张化 它的证据收集比较齐全 所以它率先发动传唤 当然社会有一些人会质疑说 是不是它因为地缘关系比较好 免着一个犯罪行为地可以有管狭犬 这个部分 张化地检署在传唤上的合法性 是没有问题 司法侦办不容黑手介入 只是魏英聪 还是从法这块企图冲破僵局 毁热的律师可是大有来头 罗峰印 台中出身的他 曾经担任台中地院的法官 现任台中律师工会的理事长 而且更是 当时部位商卷入黑油事件时 伟人律师就是他 连延青标入狱服刑前也找他 法律实战经验丰富 只是检方掌握魏英聪犯罪施证 就算是中部首屈一指的大律师 最后还是无法帮魏英聪成功脱身 三立新闻学华格 台北报道 不为家也毕竟是台湾首副级的人物 到底这整个司法的过程 他们是不是又享有特权的呢 尤其到底魏英聪 他虽然拿着这个黄色外套 把自己的手盖起来 这种情况一般认为说 这里头应该是有上手铐的 结果搞了半天 在十多名法警 接户送到张怨的过程当中 好 原来这只是一个幌子 因为后来他把手伸出来 再拉拉链 大家才发现 他根本是没有上手铐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他还是走后门的 因为当时很多 这个乡亲民众 跑去那边要抗议 那就在正门那边等 没想到 没等到他 原来就是让魏懂了 直接就是走后门 这些到底算不算就是特权呢 带您知己 跟着两名法警 魏英聪的脚步完全没有迟疑 短短100公尺不到的距离 却让这名商场巨人 感到被加羞辱 黄色外套下的双手扣着手铐 但时间往前拉10个小时 检方侦察亭结束 魏英聪看似被限制的双手 左手却突然伸出外套 动手拉拉链 外界看到这一幕全都傻了眼 难不成是刻意让魏英聪 卫装有被上扣的假象 实际却是给予特殊礼遇呢 被告是因为自行盗案 所以就是当停逮捕之后 到规定你是不能上手铐的 靠与不靠原来有学问 当嫌犯的管辖权在检方手上时 只要没有逃跑或是暴力攻击行为 就可以不用上铐 但当法院要召开羁押停时 就得依法戴上手铐 检察官要申请羁押之前 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逮捕程序 逮捕之后才会有限制 他的人身自由才需要上手铐 从传唤征讯到积押 外界都拿放大镜 在看院检小心谨慎 但在魏英聪16号晚间 到地检署报道时 还是惹来特权争议 16号晚间魏英聪来到 彰化电署报道 他不走大并媒体守候的大门 而选择这一个 比较少人指导的小门 在书记官的带领之下 魏英聪是走这个管制通道 直接进入第六侦察艇 也引发了特权争议 虽然张检事后举于否认 强调是为了维护秩序安全 才让魏英聪走后门 但明知媒体有大阵仗 前一晚没有出动罚警管制秩序 隔一天才将媒体隔离在采访区外 虽然检方尽责 争扮黑心油 但却也暴露出 彰化地检的经验不足 三立新闻田人祥 黄珍如SNG小组彰化报道 昨天魏嘉请出了救命王牌 这位润带集团的总裁 尹远良 尹远良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点头答应了 就感觉起来好像很重义气 不过更多人说 其实尹远良她的个性 就是一出手 她一定要有收获 说她是道道地地的生意人 因为尹远良在中国 是有大润发的通路 但是苦无自己的产品 就传出其实尹远良 早就有意要入主畏权 还有她也有意中佳案 之前是被鼎心给抢下来了 好 那么现在她来扮演 这样的一个救世主的角色 是不是接下来也渴望在里头 可以发挥什么影响力 来补足她整个事业 版图的再扩大呢 带你来看 魏映虫身手 要哥哥魏映娇 站过去一点 随即连忙拉开最中间的椅子 让尹远良先入座 等到她站定 魏嘉兄弟才分别站在 她的左右两边 看得出对尹远良 特别以礼相待 因为这个救火队 可是考虑不到一天时间 就答应请托出面灭火 但其实不打没把握的仗 向来是尹远良 纵横商场的关键 是什么让她改变心意 是帮全台湾人民 两岸人民 甚至全世界华人消费者 分担一些眼前的 十安的麻烦 只有这样吗 有市场人事观察 可能还跟这有关 祝我们期待的政 8月底魏映映在台上 开心高呼台湾之星 4G开台 还击败郭台铭 以720亿元 抢下有限系统龙头中嘉 没想到风光没几天 就爆发黑心流事件 顶星收购中嘉 可能因为十安风暴生变 而尹远良过去 曾经出手竞标中嘉 但没有得标 可能就是看准这次机会 加深双方合作关系 分食中嘉一杯羹 中嘉是台湾的半壁江山 尹远良有没有这个建议权 不管是给蔡衍明 或是给郭台铭 或是其他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人情 而这个人情呢 可以让他在这些人的面前 又更有地位 大润发在大陆的布局 已经达到280多家 整个营业额 根据官方统计 每天就有280万人到大润发收费 尹远良经营的大润发 尽管在大陆稳坐量贩龙头 商品琳琅满目 但都不是大润发生产的 有通路 每一商品少了一块 这次传出 他会借此买一下味全 从产品到通路 一手包强强连手 对他们来说就是 红顶商人 鱼帮水 水帮鱼 单人救火队 尹远良不但营造了 学中送炭的形象 其中恐怕更暗藏了 强大的生意头脑 这些需要做不到 顶心魏家兄弟 找到了尹远良来帮忙 今天传出说 是透过立法院长 王金平牵线的 希望能够平息 这一次的食安风暴 那么尤其呢 像是过去有魏家 娶媳妇 还有顶心入住101 王金平他都是坐上宾 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的关系不错 最重要的是 王金平可是 尹远良的恩师 为什么 因为当初 王金平师范毕业 刚出来教书 那么就遇到了 这个尹远良 当时尹远良年轻的时候 年轻气盛 很不学好 那么是 这个王金平 对他寻寻善又才又 今天这样的一个 大总裁的诞生 好 因此呢 就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王金平出手 那么才让尹远良 来救魏家呢 带来看 任泰集团总裁 尹远良在顶心危机当下 站出来帮魏家兄弟 试图解决食安风暴 甚至打电话给中研院长 翁启慧 寻求支援 魏家跟尹远良 本来就有好交情 但是这场记者会 据传是王金平 居中牵线 那早生贵子 希望他们真的摆人好 101董事长魏英州 娶媳妇 王金平是座上宾 还给予深深祝福 就连顶心入主101 在86楼举办庆祝酒会 王金平也是重要宾客 至于尹远良 又是王金平学生 不得不让人坐连结 我们也很少联络 事实上虽然是有私生关系 但是也很少联络 王院长否认 但是外界劫持 当年的王金平 十大数学系毕业后 进入彰化晋德中学 管训班实习 如果不是他寻寻善诱 可能就没有今天的 润泰集团总裁 尹远良 而且打从10月8号 鼎心黑心油事件爆发 到17号记者会 短短不到10天 危机总动员 魏家透过多重管道 试图找上马总统 行政院甚至大家的 何氏老王金平 最后由尹远良 站出来扛大梁 此外尹远良跟魏英聪 都是持继承员 加上尹远良当初入主 中家失利 更看上鼎心在中家上的投资 借此寻找合作契机 如今魏家兄弟有难 尹远良出手相助 商场人情互谋互助 能否走过这次食安难关 备手关注 三天新闻 刘富翠瑞台北 超报道 好 这位江不只找来 润态集团总裁 营业良帮助 同时也宣布 说要提拨30亿元 来成立食安基金 好 30亿听起来很多 但其实这个金额 如果对比顶心集团 他们的年营业额来算的话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他们呢 这个一年的营业额 就有两兆5000亿的新台币 那么区区拿出里头的30亿 那么只占了万分之十二这么少 而且呢 如果把这30亿 评分给全台湾2300万民众好了 结果呢 是一个人凭真是130块钱 连健保费都付不起 那么今天呢 作家小野跟朱学恒就开炮了 他们要顶心退出台湾 顶心集团愿意提拨30亿元 新台币成立食安基金 一开口就是30亿 但这对顶心集团来说 恐怕疼痛不痒 光是康师傅在大陆市值 就超过新台币4000亿 再加上其他两岸版图 顶心集团一年营业额 高达2兆5000亿新台币 拿出30亿赎罪 不过占了万分之十二 要是分给全台2300万人 平均一人只分得大约130元 看一次病 150元健保费都还不够付 不少人讽刺130元 要换台湾人吃十几年毒油 也太便宜了吧 更有人质疑 这是已经把赔偿也算在里面吗 说要捐给政府 或政府指定的社会贤打 组成的基金会 但这笔钱到底谁来管 根本也没给明确答案 他完全没有讲 这个食安基金要拿来干嘛 这个食安基金说出来 也可以买便当给卫家吃一辈子 我们希望你退出台湾 任何产业我们都不希望你经营 那你也不要提出这个基金了 该赔偿就赔偿 那些成立什么基金 我都不相信 更不要讲说他们推出什么回馈 我真的不相信 我觉得台湾人最不要 就是很容易一万历史 一万灾难 一万悲伤 我觉得最后最后还是要回到政府的政策 跟法官的人 卫家看似释出诚意 但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耳朵更是都有仔细听 想用30亿救伤欲 会不会太轻忽 全台自觉的灭顶运动 所以说大家对他们卫家还是没有信心的 尤其就是看到说他们拥有的特权 你们各界在追查顶星 为什么会这么的胆大妄为 就说背后有门神在撑腰 尤其卫家经常进出总农府 还宣称他们取得了中国的特许 他们出口到大陆的这个蔬菜 是免艳的 可以快速通关 试图来独揽两岸的农业平台 那么今天立委呂俊逸 就拿出去年到今年海系会会长 这个副会长正立中 来台三度都去拜访顶星的相关单位 怀疑这根本就是透过马政府跟大陆接触 说顶星游走两岸 都有门神 今年九月海协会副会长正立中 来台第三天行程 就跑到彰化顶星集团 这是海协会第三度 在台湾跟顶星会面 立委质疑不单权 拱青盖申请农业交流 也是跑去顶星 正立中在今年的九月又来 这是两岸两会的人员交流 为什么还是跑去顶星 拱青盖的部分 从头到尾都是参访农业行程 跟农业农会做交流 那有没有涉及顶星想要介入参与的 这个所谓两岸农业同胞 点出顶星想发展台湾农业 试图取得外销大陆的独揽权 不仅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受邀出席顶星101活动 更传出魏家兄弟多次进出总统府 向马总统说像 说他们取得了中国这一方面的 一个特别的许可 可以从台湾这边直接进口到中国 然后他免检验 然后省去了非常多的这种海关 不必要的作业流程 去年在讲的时候 他是希望政府要有一个示范农园区 要从台湾还要再取得一些土地 来做这件事情 免宴快速通关 如果真的有这么好康 鼎星等于取得最大优势 更让一般农产经销恨得牙痒痒 他们有他们的关系 我们只是正常的一个运作的厂商 鼎星游走两岸 从马总统陈宝基 甚至海贤会阵力中 都被认定是他们的门神 却因为黑心游风暴 让鼎星的台湾农业出口 大陆梦可能就此打住 三地新闻女部副 陈瑞 调尔宜德 台北云林 综合不到 好 那么魏家老三 魏银冲已经被压起来了 那么这回呢 很多人就讨论说 奇怪了 这个拥有101的人呢 好像跟司法都脱离不了关系 都有事 2013年 鼎星集团在大陆成功 用康师傅泡面打开市场 归于返乡 他们的总部呢 就设在101最高办公室的84楼 但是呢 你位在最高位 不代表事实都能顺利 柳星集团接二连三出问题 跟风水是不是有关呢 那么就有大师说 101呢 这个是信义区的最高大楼 带来了经济繁荣 可是它就是一个孤风煞 那么魏家的总部呢 你设在最上层 但旁边没有能够相并横的 这个大楼 他们说 这就好像是没有百姓臣服的意思 而且呢 整个建筑仿造古代的九节边 但是他的形状却是刚好相反的 是头重脚轻 说呢 难怪问题不断 甚至还有秘理师大胆预言 说在农历11月的时候 魏家必定还会出事 走进鼎心台北101总部 气派豪华不说 黄色弯弯曲曲的地毯花纹 就象征集团重要事业体之一 泡面 436瓶里头 还有招待所和专属的咖啡厅 魏家四兄弟的办公室 平均坐落在四个角落 大小都相同 再往伊林 外头一看 总部就在84楼 踩在云端上办公 可不代表样样都顺利 警信集团实案风暴 接二连三 问题不断 办公室的风水有玄机 1011外形仿造道家传统的九节边 但形状却是相反的头重脚轻 从古壁往上看 每一节都是道金字塔的形状 如果用最尖端来看 意思就好像人站在云端 没有一个依靠 农历的11月 必定还有会让魏家出更大事情 也许中国大陆的康师傅 在未来两个月 中国大陆可能也会封杀他 命理师大胆预言 魏家风波不会平息 鼎心集团在大陆用泡面 成功打开市场 全民康师傅就是健康的意思 但是风水流年 让鼎心接二连三碰到难题 实案问题更是不停歇 让台湾最高的办公室 似乎没有从前的风光 杀利新闻 文汶城庄金轩台北报道 好 魏银冲被压了 不过咱们的政府都在做些什么呢 像是新北市政府好了 才说要下令来抵制 这些这个鼎心油的相关的产品 跟味全进货都不准 结果根本不是如此 新北市政府本来说 下令各级学校跟营养午餐 停止向鼎心跟味全进货 结果议员发现 鼎心旗下的中青生鲜 还是跟某几间学校配合 他们要求新北市卫生局相查 新北市卫生局大动作机查校园 全面禁用鼎心跟味全食品 但议员发现有漏网之鱼 中国青年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他所有的董监士 就是味全鼎心公司的代表人 那对于这样子的厂商 一般的学校何估 他只认鼎心跟味全 但他不晓得有很多不同名字的公司 原来他们也是鼎心跟味全 中青他本身是一个通路商 那他也同样可以采购 其他安全公司出来的这个品项 所以有没有要依据公司的 这个投资的部分 去做直接的这个中指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带回去再做讨论 教育局强调 中青生鲜食材来源 不是鼎心跟味全 但是议员担心 新北市有208所公立小学 有14间是中青的客户 担心他们成为受害者 中青的送货车 在油品事件爆发后 立刻撕下鼎心相关字样 议员要求卫生局 详查中青的食材来源 要彻底杜绝 鼎心跟味全的食品流入校园 三立新闻将问前王一仲 新北市报道 好 这是新北市 至于台北市市长郝隆斌 说他有一个建议 就说现在油品风暴不断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 日本等国家就在那些废油 不要的油里头 你给它加入 有泄药功能的碧麻油 那这样子呢 那些黑心厂商 把它再拿去精炼 它是没有办法 去除掉碧麻油的 那这里头是有泄药 就可以遏止黑心厂商 把废油重制成黑心油 您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呢 结果马上就被食安专家 吴嘉诚打脸了 就说郝隆斌 你对科技的变化 还停留在过去 说现在的科技油 碧麻油照样可以被精炼 这一罐颜色黄澄澄的 就是碧麻油 平常得到化工行才能取得 现在却成了台北市长 郝隆斌口中的客油妙招 只要是回收再利用的油 避免它再做食用油 通常都加入碧麻油 碧麻油医药上做卸药 简单来说 吞进碧麻油就会拉肚子 而这种油是从能源植物 碧麻的种子榨取出来 因为经济价值高 被称为再生的石油 实际把碧麻油加入食用油中 搅拌一下就能合而为一 但仔细看 加了碧麻油的食用油 颜色明显比较黄 油里也会浮出小气泡 它的毒素是融在油里面 所以它并不能够用废点来分离 所以它喝了一下就会拉肚子 我们把碧麻油添加在 一般我们的收水油 或者是回收油里面 实质上来讲 还是可以用精炼的方式 把它处理掉了 看来郝龙斌想为食安问题解套 还得多想想 比起加入碧麻油 恐怕还是从源头把关 来得实在的多 在内新闻 王映仲 江文贤 赖兴俊 尤凯如台北采访报道 好 我们看到台北市长 郝龙斌这样被专家给打脸 不过这个连胜文阵眼 倒是一再的呼吁说 让这个江仪化下台 让郝龙斌来阻隔 好 那么江仪化 今天就说这个政务官没有任期 他不会恋战 那么在野党就呛了说 那你不会恋战的话 你立刻走人好了 不过今天在国会备巡的场合 倒是部分国民党立委他们态度转变了 挺江派高调声援 为什么呢 就是外传了 原来这个马总统搬出的免死金牌 要求江仪化要撑到明年 农历过年之后再换人 还有就是选去已经一阵子的 卫福部长终于找到接任人选了 是这一位 他是政务委员蒋炳黄 他不是什么公卫医药背景的 那么过去呢 这个卫福部长啊 这个卫生署长 他们都是公卫的 或者是医药背景的 只有他是食品方面的专家 所以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办法直写 带你来看 此时此刻 是真正能够做一点事情的 那所以我就 低无反顾 接下烫手山芋 卫福部新任部长 蒋炳黄 从政务委员转任 是第一个从食品界出身 没有公卫医药背景的 卫福部长 在非常时期 必须要有非常的做法 蒋炳黄成了江仪化口中 很傻愿意跳火坑的人 扫荡黑心油 从政食安信心 更是大挑战 偏偏才刚上任 人事发布就出状况 你是不是 蒋炳黄政委 接任委服部部长 对立委有什么 这个不能回答的 请你告诉我们 现在的时间是三点钟 行政院在三点钟 会发布 硬是等到三点 才要证实 但蒋炳黄接任 早在半小时前就曝光 江仪化不仅尴尬 被打脸 一年来多次黑油问题 连环报江仪化则无旁贷 院长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你怎么睡得着呢 人民在你的心中吗 报告委员 如果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的话 我白天没有办法工作 您还有闲情意志在这边抬杠 我没有心情跟你抬杠 江仪化嘴硬和立委频频杠上 但中央稽查 简和慢半拍 全民怒火烧得江仪化 不满意度 创新高 恐怕连自己乌纱帽都很难保 政务官没有任其保障 因此随时都可以因为 对重大政策的得失负责而下台 都有前提性的 应该不是直接掉那下台吧 成立实案行动办公室了 如果我们还要求江仪化下来 那么让所有的解决的方案 在内阁失去龙头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不甩江奎下台声浪 蓝尾护航头头是道 原来江仪化早拿到免死金牌 陈出马总统拍板 内阁改组 可能延到大选完农历年后 最后百日 江仪化恐怕还有得撑 三立新闻 孟国华旭 为黄娇伟小组 台报道 而什么人搞切割呢 来看连胜文 那么因为呢 这个父亲连战跟魏家 是有一点交情 也沾上了顶心风暴 那么很担心 魏一想到他的选情 连胜文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 是极力的来切割 他跟魏映冲的关系 还委屈的说自己只是受邀 去参加101登高赛 就被讲成是帮顶心乔世琴 不过选择对手柯文哲 拿连胜文认购顶心TDR这件事 那么就反抢说 这个就跟MG149账户一样 请不要选择性办案 台北市长郝龙斌手中接过接力棒 连胜文献身力挺101登高公益赛 当时站在舞台上连胜文左右两旁 恰巧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和陷入黑心油风暴 电信集团二董魏映交 曾经同台留下大合照 电信出包 连胜文盲切割 半出台北市长郝龙斌背书 想证明自己和魏家没啥交集 只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曾受邀帮鼎心四董 魏映行儿子证婚 一到会场就由魏家三兄弟亲自接待 看来交情匪浅 魏映州现在平常住在大陆 那我父亲住台湾 所以真的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这种 我们讲说平衡密切的往来 真的是没有 连胜文顺水推舟 帮父亲连战拉开和魏家关系 大谈认购顶心TDR过程 在撇外界护航说 有人讲说我们买顶心什么TDR25张 当初我们是捧这个证券商 永丰证券的厂 25张万分之六千分 百分之零点零零六 我护航什么东西 200多个人都买 只抓连着人就绝对是不对 这表示选择性犯案 可是我们这个政府每次都这样 跟我们像MZ49一样 台湾400个帐户只抓郭文哲一个人 选战对手克文哲拿顶心TDR 反酸连胜文 比照MG149账户被查不停 有多无奈 连家和魏家政商关系 成了连胜文选战包袱 3D新闻 朱宇宏 欧宇文 台北采访报道 选战已经倒数 43天又到最后关键了 结果国民党的恐吓牌 又打出来了吗 主要是连胜文他强调 就说两岸稳定是有助企业发展的 那么万一台北是被逆转的话 接下来一定会冲击到 财经跟产业界 好 又是到最后关头 有这样的一个恐吓牌 那么这番话 让柯文哲非常的不以为然 立刻回逼说 连胜文的逻辑实在是无法理解 他说连胜文当选才有危机吧 你住在地道也不安全 后来就有人说 可是他已经搬到一瓶 我说搬到一瓶还是不安全 点出有钱人的烦恼 出席自己的新书发表会 柯哲给连胜文贴心小叮咛 话中却飘散出一股浓浓的酸味 原来连柯两人为了钱又杠上 11月29号之后被逆转的话 那么我相信真正受到冲击最大的 一定是我们产业界跟金融界 无法理解他的逻辑 我看是他当选才是经济会有危机 连胜文请出财经大咖当后援 强调两岸稳定有利产业发展 打出危机牌 如果台北市蓝天不在 经济将是一片愁云惨物 暗奉拼经济并非柯文哲所擅长 让柯文哲听来好刺耳 继续高分被回呛 他当选就表示美额四岸 太极双千岸的开发案会继续发生 我当台北市长 会让当年陈定然 在当宜然现场那种空气被建立 也不用送红包 也不用走后门 也不用去喝花酒 会到身体都不好 讽刺连胜文只为承袭前朝 无法改变迂腐的官商文化 联合比经济比政见 重要的是呛人的功力千万不能输 三立新闻李正道立平台北报告 南交集团会长陈飞龙 被卷入的黑油风暴 他也在强调进口的工业用油 只是文件误直了 写错了 那么尽管被卫福部拿出进口 跟曝光文件质疑他说谎 但今天他三度出面澄清 还气得反问说 到底是谁说他说谎的呢 只是今天到底要不要下架 卫福部的检测结果还没有出炉 眼看厂商跟官员各说各话 小老百姓感叹实在是很无奈 好 这样的一个食安的漏洞 到底要怎么补 林佳龙说他有方法 台中市长参选人林佳龙 找来食安专家学者排排座 手中拿的是关于食安政策的白皮书 谈到食品安全 林佳龙忧心忡忡 尤其是台中市府的食安稽查人力 竟然是五都负担最重 我们目前的市政府所编例的 不管是人力或预算都相对偏低 但是我们的食品工厂却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地方 食安议题连环报什么油可以吃什么油 可以买民众姆萨萨 对政府更是失去信心 林佳龙关注议题 他说应该要赶紧修法 填补食安漏洞 未来如果顺利担任市长 他将要把台中市打造成食安模范城市 利用这次危机化为转机 那么让台中市能够成为台湾的食安模范城市 那么现在的情形是恰恰相反 台中市是食品安全危机最脆弱 最容易出问题的城市 习近平把台中市民现在的食安预算 平均一人5.1块钱 逐年增加到10.5元 也就是拉到台北市的水准 参选市长列出食安计划 找来专家学者背书 要让台中市民有吃的安全感 三地新闻邱热阳 许家诚台中报道 听信要想回温楼交给李福成 好的 雅林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实际上今天的温度已经回暖了 在北部的温度已经回暖了 三多明天还会回暖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风向转变 风向转变带来的温度也不一样 我们将转成东风以后 在东部的原岸地区就容易下一点雨 但是温度就会回升一些 看看地面天气突破 仍然是一个东风的现象 所以未来几天 我们的温度一天比一天高 但是也只影现于秋天的温度 当然要想到夏天的温度 现在是不可能 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东风的 所以我们在卫星云土上看不到有太多的云 银风面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 我们看看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报 在明后两天温度是一天比一天高 所以低温已经升到22度 那么中南部也有20度或者21度的低温 高温当然就高到27度到28度到30度左右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温度会逐渐回升 天气依然是相当好 在东部地区龙然会下一点点雨 以上迹象 谢谢您的收看 把现场交换给主播 而规划已经20多年横划淡水跟巴黎的淡江大桥 今天动工 动工典礼隆重举行 总统马英九 新北市长朱立伦 交通部长叶匡时重量级贵宾通通到齐 因为这座即将新建的淡江大桥 对新北市民来说指标意义十足 模拟动画预告完工蓝图 这座淡江大桥未来将连接淡水到巴黎 总工程长度6公里 桥面0.9公里 完工后将能缩减两地往来路程15公里 在尖峰时间更能节省25分钟车程 预定在109年完工通车 我相信很多的生活动线 另外观光客来讲也影响非常的大 另外这条大桥一定会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一个地标 我觉得它将来会避免 就避免旧金山的金山大桥 还有雪梨的海湾大桥 新北市长朱立伦信心满满 淡江大桥除了将发挥改善交通的功能 还将成为美丽景点 是下一个台北新地标 三丽新闻 唐吴信宇春亚新北市报道 好来看实验风暴 今天台南市长赖清德去关心洛农 那么看到老农夫受伤了 问他怎么了 他说契有改善掉 结果没想到赖清德的回应是 这样有够怎么办呢 看到老农夫腿部受伤 台南市长赖清德关心询问 没想到阿伯一句契有改善掉了 让全场哈哈大笑 但赖神接下来的神回应更让人喷饭 赖神的回应实在太经典 让拍摄影片的民众笑道不行 其实赖清德当天原本是去视察 位在柳营的洛农区 因为顶星集团爆发资料油风波 引发消费者进一步抵制味全鲜奶 费波及的洛农们原本各个愁眉苦脸 但赖神的幽默感却让他们露出笑容 因为他被牛踢到 他受伤了 那我们就知道牛不会受伤 故意问 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 纯粹是想要让气氛轻松一点 视察洛农区 展现让人忍不住爆笑的幽默感 赖神的个人魅力 让他在民众心中又大大加分 三地新闻李世红台南报导 好 所以身体很重要 来看台湾的油树发展 一个侧翻在一个过肩摔必要的时候 制服敌人将人高高举起 重重摔下 柔树高手展现超强man power 只是仔细一看 咦 怎么有个面孔好熟悉 我从小就学这个柔道出身 所以对于武术其实有一份很深的感情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 台湾第一个在世界运动会 夺得金牌的这个柔树选手 原来市议员阮昭雄也是柔树高手 这次接下台湾柔树总会理事长 连超级重量级的拳雷打王赵世强 也来力挺 台湾是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一个身材跟体格 结合他在这个民意代表的一个立场 我相信结合中央的民意代表 怎么样把这个运动来做更大的推广 希望懂体育爱体育的民意代表 可以做起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桥梁 让台湾不管是武术还是体育 都能培育出更多台湾之光 三连新闻刘月辰市警院一台北报道 最新消息南韩一场演唱会 观众爬上大型通风口的铁栅 因为负荷过重坍塌 造成至少十人自拔 还有十个人重伤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我是陈亚玲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